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超仙族 是国家级飞舞中文艺船 超仙族乐器制作机翼 代表性成成人 我们超仙族主要的居住地 是中国吉林城 原本超仙族制作 超仙族喜欢这个摆设 喜欢穿摆设衣服 号称是白衣民族 超仙族喜欢吃冷面 烤菜啊什么 我们演技经得来冷面 这也是神迹飞舞中文艺船 超仙族 从历史上看来 本身它就是宦格尚山屋的一个民族 超仙族的古党中类也比较多 所以这个跟着这个做的乐器也是比较多 超仙族乐器现在一般用的40多种 一个是打击乐器 打击乐器里面有藏鼓啊 鸣鼓啊 农鼓啊 还有那个光乐器 里面这个有冬销 短销啊 中碧里 小碧里啊 还有现乐器 刚才说的那个就加一琴吧 有几种 还有这个亚政 都超仙族五多个地方 就有超仙族乐器 2010年上海时播会 也是我们带超仙族乐器 就是十六多种超仙族乐器吧 进上海时播会的中国馆 代表吉林省啊 进了中国馆 每天几万名的这个 国内外的客人就观看了我们的乐器 和表演 就是感到很自豪 感谢观看